嗨大家好我是Nick 身為在區塊鏈教一所工作的工程師呢 最近我在公司教會了整個工程部十幾個人 學會開發自己的NFT 而且有做作業呢我都有請他們吃雞排 不然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這個工程師同事們的回應 然後作業裡面呢基本上就是他們在測試網路上發行NFT的成果 如果只是透過OpenSea網站按一按就把圖片上傳變成你自己的NFT 那顯得太無聊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應該是不用工程師出來教的 當然要教就要教你怎麼開發一個基本的智能合約 所以這支影片我會和大家分享如何透過最簡單的方式去開發ETH上面的智能合約 做出一個目前現在主流NFT的發行方式 那麼現在如果大家有在關注這個領域的話 主流的NFT發行有包含了幾個 比方說無聊元啊或者是傑倫熊 陳靈酒或者是洋蔥的NFT 基本上這些發行的方式呢不外乎就是有總量的限制 或者是單次最低的價格 以及單個地址呢最大擁有NFT的持有量的 等等各種規則 然後這些規則呢就是工程師透過撰寫智能合約所做出來的玩法 當然你看到目前發行的NFT呢 基本上他們的圖都不是一張一張畫出來的 多半都是組成各種零件 然後透過程式去組裝出各種的可能 然後把它發行到NFT上面 所以呢今天的影片的目標有兩個 智能合約跟製作拼圖 那我先說明這兩個部分要做到的目標 合約的部分 建立ETH互動的智能合約 NFT要能夠被mint NFT要能夠設置總量 NFT要能夠設定每個地址最大的持有量 NFT要能夠限制單次的mint量 NFT要能夠設定開關去公開發售 拼圖的部分呢則是有兩點 如何快速製作多種拼圖以及META資料 如何上傳到IFPS星際網路系統 那麼上述的目標就是這支影片要教大家做到的 發行NFT的內容 那麼在動手實作前呢 請記得一定要給這個影片按一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之後要跟你分享這類型的內容 你才不會錯過囉 首先你的瀏覽器要有錢包 這邊我是用Google Chrome瀏覽器 先去下載METAMASK的錢包 錢包安裝完之後依據指示的步驟完成 可以看到目前資產是為0的空錢包 如果這段不會做的話 網路上找一下教學應該是可以搞定的 建立完錢包之後呢 我們需要打開測試網路的功能 畢竟要用測試模式來開發 你不會想要直接丟真金白銀去測試 先去RinkB的測試網路相關的 Foxet網站拿測試幣 這裡我提供三個網址給你 如果不想手動打了我就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三個網址有些服務可能會掛掉 基本上都可以讓你拿到測試幣 所以你挑一個可以用的來用就好了 想辦法湊到大概超過0.4顆ETH 我這裡示範一下 像是這個網站呢 只要填入你錢包的ETH的地址 就可以拿到0.1顆 然後每一次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重複做4次左右 就可以拿到4個ETH 這邊呢因為每一次發送ETH的時候 上鏈的時候會有一個同步的時間 所以可能會有點落差 稍微等一下應該就可以拿到了 那如果都拿到了之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開發我們的智能合約 開發ETH的智能合約呢 我推薦直接使用ETH官方提供的線上編輯器 Remix 主要是不用花時間去搞一些假節點啊 或者是開發工具等等 只要會寫程式呢 基本上就可以在線上進行開發跟測試了 那麼不會寫程式的觀眾呢 看到這裡也不需要擔心 這邊我幫你準備好了 Nik我自己寫的一個 簡易的 NFT智能合約 這個合約呢能夠應付一般發行NFT的場景 如果你需要客製化或者是其他功能呢 那則是需要花額外的時間再去練習撰寫的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編輯器上面有一個載入的方式呢 這邊直接選擇使用Github 然後貼上我寫好的範例的網址 這個網址呢你要從我Github裡面找 或是資訊欄下方提供的連結都可以 按下OK之後呢 可以看到左邊的樹狀的資料夾 那如果沒有的話你可以把它展開 找到一個NikMetaData的合約檔案 可以看到這些程式碼呢 這裡我稍微簡單的帶大家說明一下 這些程式碼的用途 讓大家比較有一個概念 上方這一區所定義的參數呢 是為了符合我們這次影片目標所設計的 首先是基本的開關 Excel Active是代表說 我是否准許這個合約可以開始開賣我的NFT Reveal呢是代表說 一開始大家抽到的是盲盒 那等到一定的時間 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從False切成True 就可以開箱說大家到底抽到什麼了 那Max Supply呢是代表我在這個程式裡面設定好 可以被挖出來的NFT的總數量 Mint Price呢代表每一次用戶要去鑄造一個NFT的基本價錢 Max Balance代表說每一個錢包的地址只能擁有一個 Max Mint代表一次能挖的NFT的支數 那這邊說明一下在程式這一塊 Contractor的部分有點像是程式的一個進入點 那可以在進入點的設計一些參數 在啟動的時候直接帶入 那往下看呢這裡ERC721後面有兩個參數 分別是Name以及Symbol Name呢則是合約的名字 那Symbol是代號 然後繼續往下看呢 可以看到Mint、NIC、Meta的這段程式 這段程式主要是給用戶強NFT用的 所以可以看到前面這些是使用Early Return的技巧所撰寫的這個require的規則 那每一個require的規則呢基本上就是代表要能夠挖NFT的這些條件 所以可以看到他總支數的限制啊 開賣限制、持有限制以及價錢限制等等 那假設以上的這些條件都通過之後呢就可以看到他可以扣到內部的 function 也就是去Mint我們的NFT 在這裡說明一下ERC721做NFT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果你是相關背景的工程師呢 其實你可以把區塊鏈想像成一個比較爛一點的資料庫 那其實現有的技術呢都是能夠承載了這些想法去使作的 只是放到區塊鏈就很chill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TokenURI的這個精髓是怎樣 基本上你在挖NFT的時候呢 他就是一個不會重複的數字一直往上堆疊 如果你不指定要挖哪一個數字呢 那就是從0開始然後012345這樣依此類推 到你的NFT的總量限制為止 那一旦因為有這個數字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拼接 我們可以舉例來說 你有一個網址是nicklink.tw 那在你的伺服器呢就可以在後面放 比方說1.jpeg、2.jpeg、3.jpeg的這些圖片 所以他們挖到你NFT拿到這些數字之後呢 去剛好拼出一個網址是nicklink.tw 中間呢則是你拿到的數字後面.jpeg 就可以拼出一個有圖片的網址 再加上你的伺服器上面只要確定你的這個網址是有圖片的 那就能夠讓買NFT的呢能夠看到他拿到的圖片是什麼 其實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再來呢要跟合約互動 我們要先部署自己的合約到測試用的區塊鏈上面 我們先點擊編輯器左邊第二個按鈕 去編譯你的腳本去按下compile 這步驟是為了確定你的合約沒有撰寫錯誤以及將程式碼 編譯成bycode這是等等要送上區塊鏈的東西 接下來選擇第三個按鈕準備把合約呢部署上鏈 在上面這個environment的部分呢選擇inject Web3 確定你的metamask可以給這個編輯器讀到 然後在下方這個contract點擊之後下拉選單到最下面那個我們編譯好的nick meta 這時候呢我們去按下deploy部署就會出現部署合約的互動 對錢包按下確認呢就會在測試網路的區塊鏈上面進行發布 那這邊可能需要等一下時間因為畢竟上鏈的東西都需要區塊確認 所以並非是即時的 如果部署完成呢你會看到左下角的deploy contracts 會出現自己部署好的合約 點擊展開之後呢合約裡面的程式就是可以互動的 把它展開之後呢你會看到兩種顏色的按鈕 那基本上這就是你智能合約裡面的程式可以跟他互動 然後往下拉呢你會看到這個mint nick meta的程式 你可以把它點開之後呢我們對這個合約進行我們第一次的mint 輸入1之後呢就是代表我們要挖的nft的數量 按下transact之後會跳出一個合約互動的畫面 可以看到這邊丟出一個訊息是告訴你說 目前呢還不能去購買這個nic metas 這裡的意思呢就是前面提到這是程式把擋下的 因為我們還沒有將他可以開始販售 所以在開始之前呢我們必須把這個合約的開關給打開 那他的上面還有一個互動的按鈕呢是flip sale active的功能 按下去之後呢一樣錢包確認完成之後 這個功能呢就是把合約公開販售的功能給打開 等的過程中呢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log是不是有跳出來 或者是往下拉拉到藍色按鈕這個區塊呢 去點那個excel active去看一下他目前是不是true或false 除了可以透過下方的log展開之後看上面的訊息以外 也可以看到這類型的按鈕呢下方會快取你上一次詢問的記錄 確定打開之後呢我們再一次mint試試看 這時候呢你會看到錯誤訊息挑出來告訴你說 你支付的eth是不夠的 這邊要怎麼透過這個編輯器去傳送金額呢 可以拉到上面看到這個value 因為他沒辦法填入小數點 所以這裡我提供一個單位轉換的網站給你 點進去之後呢可以看到輸入0.3eth 大概等於多少的gwell 回到編輯器左邊呢把這算數字填進去之後 右邊單位的技能換成gwell 再按一下mint呢是不是也看到跟合約成功互動呢 並且提交成功了 到這邊呢基本上就是你挖到自己寫的智能合約的nft了 那要證明你自己到底有沒有挖到這個nft呢 可以打開測試網路的opensea 一樣跟錢包做好連結之後呢 大概等個5分鐘去刷新頁面 可以看到自己擁有了一個剛剛我們挖到的nft 點進去看呢會發現是空白的 那但是上面卻寫著nic的meta 確實來自我們剛剛部署的程式 基本上有做到這個步驟的同學呢 就該給自己鼓掌一下了吧 擁有空白的nft呢顯得就有點無聊 這部分呢會比較難一點 因為會真正需要用到一些寫程式的功力 首先先打開hashlib提供的一組主圖的專案 Clone下來本地之後呢 打開這個startcreating的大概336行這裡 然後把這個i直接換成0 這邊是因為他原本設定的eth起始數字呢 跟solona是不一樣的 但我自己測試起來其實是一樣的話會比較好開發 然後直接輸入樣run build 可以看到他幫你建立很多張的圖片 打開來看呢可以看到一堆不同樣式的眼睛 以及幫你設定好metadata就是眼睛的參數 那這個metadata呢主要是讓nft擁有自己的屬性 到時候你在opensea上面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這些參數 這裡的資料夾打開呢其實可以發現他把眼睛拆成很多種零件 你可以透過設定檔呢去依照順序把這些零件的圖片 組合在一起 接下來我們可以再把這個設定檔中的size 改成10 重新跑一次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照片生成0到9也就是總共10張 此時我們打開ipfs的星際檔案網路系統的網站 我推薦使用這個pignata的cloud 上面呢只要註冊過後每個用戶有1GB的免費空間 那因為要做區塊鏈的項目就要做到徹底啊 那在ipfs上面就是用區塊鏈去儲存檔案的 簡單註冊過後之後呢來到這個後台你可以打開上傳資料夾 選擇folder的選項之後呢把剛剛的10張圖片都丟上去 丟完之後你會拿到一組cid的辨識碼 接著呢回到主圖的專案下面打開config.js 把base url呢後面替換成剛剛拿到的cid 然後此時要跑一下這個update info的指令 去更新每一個metadata的資料 再來往json的資料夾看呢可以看到裡面的圖片位置都成功的更換成我們剛剛放的cid了 再回到我們這個ipfs的部分 把json的檔案整包上傳上去 一樣開一個folder全部丟進去 丟好之後呢這邊我們要做一張盲盒的圖片 那我這裡是直接拉專案裡面的黑色圖片來用 我自己這邊是把黑色圖片重新命名為unpack.png 然後上傳到我的ipfs裡面 這時候呢直接點開file就可以了 上傳完之後呢自己再新增一個叫unpack.json的檔案 在檔案裡面呢需要填一些你的meta的資料 這裡呢我就貼給你看我填什麼 在image的這塊部分呢要複製你剛剛上傳這個黑色圖片的cid 都完成之後呢就把這個unpack.json的檔案呢上傳上去 最後你就會看到你ipfs系統裡面有四個檔案的cid 然後回到編輯器呢我們在這個set not reveal這裡設定盲盒的位置 請輸入ipfs冒號兩條斜線加上你剛剛最後拿到這個unpack.json的這個cid 並且呢直接全set把它設定呢部署給合約 然後呢在set base uri那一段也是一樣 設定ipfs冒號斜線兩個 加上最後呢你拿到meta.json的那一個cid 那這邊呢要記得再放一個斜線在結尾 因為他畢竟這個圖片是用拼起來了要有結尾當作網址的這個路由 把這兩個設定都送上鏈上之後呢 這時候打開剛剛的opensease然後點擊一下右上角refresh 重新整理之後看一下你剛剛這個nft有沒有變成盲盒的黑色圖片 如果沒有呢沒關係多試幾次因為區塊鏈更新不會這麼快 基本上五分鐘內就會得到答案如果超過五分鐘表示應該有設定錯 等到變成黑色圖片之後呢這就是給我們用戶看到的所謂盲盒 接著回到編輯器呢左邊有一個這個flip reveal的這個按鈕給他按下去 那他就會對這個盲盒的功能呢進行關閉跟錢包互動完之後等他上鏈呢 就可以回到opensea然後一樣去按那個refresh去重新刷新 看看呢你剛剛是抽到哪一隻眼睛 那以上呢就是目前整個主流的nft的開發方式啦 歡迎底下留言給我你上傳成功在測試網路上面的nft 喜歡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Nick在地上滾的工程師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是的 你在耳朵來咱各個eight increasingly 在中央竹沐と його過頭 entirety 直接幫我按照夾 кт就是前四十分方角構造 Bobby ường Truth 感谢观看